好了,繼續回來了 剛才說到什麼呢? 就是追稅嘛 就是這個這樣的... 嘩,你這麼... 這個什麼呢? 這個這樣的牌子,上面的壽球呢 是不是很熟口臉啊? 是不是很像那個雷仔的訴求? 那個...那個壽球啊? 就是...那個誰啊? 被杜汶澤去吵的嘛,雷仔 是啊,暴龍哥的壽球啊 那個壽球呢,就有很多東西都用的啦 開張用啦,用來宴客用啦 把雷仔上面用啦 喂,大生意啊,正啊 全國性收稅啊 事緣剛才就說了 現在呢,就全國性這樣搞這個 景緒合成作戰中心 這個景緒合成作戰中心呢 就真的全國性都有的 是不是? 我剛才說了就是有山西有 胡錫進就說了 其實什麼深圳啊,江蘇啊,常熟啊那些有 周圍呢,都在這裡揭幕啊 用鏈頭來潛載啊 這麼高調啊 還有之前... 還有之前... 很多上市公司都陸續收到 追稅追三十年 這個就不是說個別例子來的 那所以呢,現在那個恐慌已經造成了 那胡錫進呢,就急急走出來說 喂,不對勞啊,你們這樣搞的 是不是? 如果這樣,這些網民都說 財政靠公安嗎? 現在你真的要公開割韭菜嗎? 這樣的話呢,用作戰的心態去追稅的話呢 那就會有負面效果啦 草木皆兵啦,風聲緊啦 然後呢,就不利那些民營公製信心的整體工作 就是叫人不要投資 你投資就很容易被人割韭菜 是不是? 我們就說了 那之前呢 就是... 習近平就問那些民企嘛 喂,為什麼你讀國獸去了哪裡? 讀國獸就躲起來了 我見到獵人來,見到獅子老虎來 我還不躲起來嗎? 是不是? 那個收數佬跟你說,生意好啊 你生意這麼好 你有沒有報好稅啊? 有沒有報足稅啊? 是不是? 你真的過來收片啊 喂,大哥 你是不是害怕啊? 你害怕就自然就會收起來了 很簡單的嘛 那所以呢,真的 聞到沒有了 這個就是 富豪潤出國人數全球最高 最愛移居國家曝光 那這個就是引述呢 就是這個叫做移民顧問公司 我想是全球性最出名的那間 就是叫做 Henly Henly & Partners Henly & Partners 就每年都公佈 每年呢 那些富豪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富豪大千載 的數據 那一向呢 連續幾年了 起碼至少三年 中國富豪都是大戶來的 全球來說 會有多少呢? 富豪大千載 富豪大千載 全球是會有十二萬八千位富豪 是會離開原居的國家 2024年 英國也是重災區 英國重災區 是吧 那就是這個 要想想 沒有格子才說 其中人數最多的 就是中國 預期2024年 就會有15200個富豪離開 所以其實 你要做什麼叫做 即是家族辦公室 不用預期 是已經離開了 不是啊 預期 這個就是預期 這個剛剛做的 不是啊 他剛剛做的話 也就是告訴你 那些人已經調走了錢 欠了一個人 什麼時候離開 可能他就是看回家族辦公室 在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 就追了那條數據回來 大概算到數據 喂 喂 已經是這個什麼 已經是走出疫情第二年了 為什麼一年多過一年的呢 是不是 第二名就是英國 就是我們這裡 第三個國家 英國我們就有9500個 喂 我們都是大湖來的 你老母 英國是 我們兩個母親解釋過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 你身為成真 對於那個財政很desperate 你說習近平desperate 新委成都很desperate 你取消那些富豪的匯入制 海外資產免稅 那些是激怒很多富豪的 那我就索性走 反正你都脫了歐 對不對 第3就是 稍微阻止 我們就是印度 第3就是印度 從去年的5100就下降到4300 但是印度有一樣東西好 就是因為他現在生意很多 所以 除非他是貪官那些 但是如果你說民營企業家 反而有法違 接著就是南韓 印度不怕你走資 最喜歡的國家就是沙地阿拉伯 這個什麼 阿聯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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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美國是第二排第二 接著就是新加坡 中國人走得最多 去的地方就是新加坡多 是嗎 華人社會 我聽說 香港最害怕就是 大哥我放錢在香港 香港開家族辦公室 不是 沒有 但是呢 如果是貪官的話 一定會心虛 就不會選香港 絕對 絕對 已經不 我們講的年頭是立了那個 民商事發強制執行 那個命令 已經是令到 所有中國大陸的富豪 絕對不會選香港 我在大陸 我怎麼都會有少少錢 錢瓜葛 我怎麼都會有官費 如果你保護不了的話 那我就索性離開 華人 就是華人圈 或者漢字圈 有新加坡 有馬來西亞 甚至 我去台灣 我去日本都好 所以其實你看到陳茂波 你很傻 陳茂波在說 香港搞家族辦公室 的優勢在哪 優勢是說 入場費低 然後呢 就說稅低 總之呢 就跟你鬥錢 鬥便宜 然後又說 香港有法制優勢 這些 有專人服事 都不解不決 他們第一個問題 最重要的 就是安全 你說那麼多 你都解決不了安全問題 你國家安全 還有你富豪的財富安全 哪一樣重要 當然是國家安全 對嗎 整個鄧炳強 凍了在這裡 你不要耍我 鄧炳強會保護你 鄧炳強會保護共產黨 那現在呢 其實如果你有富豪來的話 當然歡迎 但是有些國家都受不了 因為其實 你剛才知道 美國就是很多人走去 阿瓜多爾 就是走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中轉站 本身阿瓜多爾 跟中國關係好 就說要搞免簽 免簽呢 就不是給你旅遊 現在反而呢 就令到一半人 去阿瓜多爾 落腳的人 都沒有回頭 是不是 來自中國的入境者 裡面有高達50%的人 是沒有透過常規路線 在這個國家的法律規定的期限來合法離開 就是說 他們預期居留 變成誰 變成黃青霞 是不是 可以的 先嫁人 是不是 或者之後呢 長遠來說 就打算去美國 阿瓜多爾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橋頭堡 是中國人很重要的橋頭堡 入境阿瓜多爾的中國籍旅客 是在前 是頭五個月 除了今年頭五個月已經去到一萬七千八百幾人 已經是 是不是 但是呢 就只有九千幾個人 是會有出境紀錄 你說多嚴重 你說 根本上你就是拿來走線的 這個國家 那當然是停你免簽 預期居留 這些什麼 阿瓜多爾 然後就 慢慢經歷路上去美國 當然 就是 所以 很多 你說的 日經 CNN也有報導過 這一條線 繞大半個地球去 是啊 喂 大哥 你不走的話 你留在中國很嚴重的 你現在 你不就等著 在那裡 等著被人抄家 不走等抄家 有錢的 就去新加坡杜敗 沒有錢的 就繞大個圈 經中美洲去美國 這樣跟你玩 總會有人來香港 也好像說不少 但是 不會是最有錢的人 最有錢的人 最聰明的人 最聰明的人 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還有你有 這個所謂的 民商事協定 你的錢是非法所得 來香港開家族辦公室 抄你價 是不是 這麼簡單 我可以說 來香港的那幫人 像你所說 是那幫中下產 他們不是沒有錢 他們勤勤勤勤的 這些錢是合法所得的 但是 他們是 覺得沒有辦法 去得遠 所以在香港 打算隨隨隨隨 讀過那些 什麼大專學位 低水平的 然後拿過認證 然後就有本 特區護照 方便他們到處走 這些人 沒有承認 也不會把錢 去香港那裡 蕭建華那件事 其實對於 中上產 是影響很大的 是 好了 這一件事 就是 你看到 香港人都覺得 不安全